最近戴多了口罩 所以很多人多生了暗瘡 今天就用中醫的角度 去教大家如何預防和舒緩暗瘡的情況 因為我們現在每天都要戴口罩 所以皮膚很難去透氣 亦都很局促 所以亦都會令到我們的油脂分泌過多 從而多生了暗瘡 不同的位置亦都反映了身體不同的情況 例如我們在下巴或圍著口中生暗瘡 我們說這個情況是皮胃濕熱的 皮胃濕熱的人除了會生暗瘡之外 亦都有其他腸胃消化的問題 例如是口臭 便秘 放屁 我們說有一種人可能是鼻的位置生暗瘡 例如是鼻翼 鼻尖的位置 我們說這一種就是肺經瘋熱的情況 肺經瘋熱的人容易感冒 同時容易口乾 鼻乾等等的情況 因為很多時候暗瘡 我們會看到是深紅色 深紫色 這些其實就表現了我們的面部 是有一個氣滯血癒的情況 所以我們做針灸或按壓瘀位 例如是血海瘀 竹山里瘀 三陰膠瘀 因為這些瘀位其實都在我們的皮經和胃經上 可以幫助我們改善皮胃濕熱的情況 我今天也想介紹一個洗劑 叫做三黃洗劑 這個三黃洗劑其實很適合 現在每天都要戴口罩 而且一脫口罩已經覺得很柔軟軟的你了 主要的藥材有黃年 黃泊 黃澄 苦心 制法也非常簡單 可以用三碗水煮成一碗水 可以將這些汁液放進玻璃瓶裏 保存著它 而每天我們洗臉的時候 除了用自己的洗臉奶之外 也可以用這個三黃洗劑 滲滿了化妝棉 在臉上擦大約一兩分鐘 所以洗完之後 最好用清水徹底洗乾淨它 因為有很多人現在都仍然用很多面膜 但這個方法是不正確的 因為我們說坊間有很多面膜 都是非常滋潤的 如果在春天使用太多面膜 加上我們現在每天戴口罩 其實是會令到毛孔的負荷增加 所以其實每一個星期 最多其實敷兩次的面膜就已經足夠了 如果我們在飲食上面 是可以做得更加好的話 絕對是可以幫助到這個情況 我們說不要吃這些煎炸油膩的食物 或者是一些黏制的食物 例如糯米、麵包類、奶製品 因為這些會傷害我們的脾氣 令到更加容易產生濕熱的情況 從而生暗瘡